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欧洲始营 离开英国 法国之后 泽伦斯基来到了比利时 布鲁塞尔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 泽伦斯基走进会议厅的时候 收到了全场起立鼓掌欢迎 现场许多的官员也穿上乌克兰国旗 蓝黄配色的服装 表达支持乌克兰 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保卫自己 也在保卫欧洲 并且希望欧盟为乌克兰 提供更多武器援助 也希望可以加速加入欧盟的程序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